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鳳馨 請大家快來訂閱 國民大會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更多的幕後真相 都在國民大會 明明之前 蔡英文總統已經下令 要通過反滲透法 現在包括了郭台銘 還有包括了宋楚瑜 對於以程序 都提出了他們的反彈 我們等一下 當然要請教一下柯P的意見 好 看 我跟大家講 這事情其實非常簡單 很多節目在討論反滲透法 但我們國民大會非常不同 我跟大家講只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 身為總統 他不應該把手伸進立法院 指定什麼法案哪一天通過 這是不疑的 總統不應該干涉立法權 這第一個 第二個不疑是 總統不疑 讓法條沒有充分的 凝聚社會共識的時間 我講完了 以利益修 勞基法修一年修兩次 就是因為沒有在委員會 充分討論 直接禁負二度復違 就已經送到院會去 沒有討論的過程 所以後來 強行通過以後 好像有意見 才再修第二次 反滲透法沒問題 沒有人這裡有四格 蔡總統怎麼講 郭台銘說到衝 宋屬於反對 這裡是國台辦一件 遮掉不要看 我們都不管國台辦怎麼講 但是只有一點 就是蔡總統你為什麼 一定要這麼快 他其實是在 我是說國民黨其實也蠻傻的 那個不當黨產也一樣 反滲透法也一樣 這個只有一個東西 一個重點 我幫他講完結論就是 他只是在調出 誰在反對反滲透法而已 國民黨這個知識體大 裡面一些細節 根本沒有再跟你講細節 他要的就是說 我現在要反滲透了 任何阻擋反滲透 會認為不移太快的人 都是中共同路人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國民黨這時候 應該要加碼 直接講說 不但支持還加重行責 衝下去就對了 志強 所以國民黨上當 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我比較認同 柯市長的說法 因為其實從選舉來講 當然韋漢講的是對的 現在選舉到現在 你管那麼多幹嘛 可是這個法通過 這個災難 這災難大家都搞錯了 這災難不是在找國民黨 也不是在搞所謂柯文哲 是搞全台灣的人民 你今天就像說柯市長 你也講了 台北市政府跟很多公司簽約 裡面也包括中國大陸廠商 你知道這個反滲透法 這麼模糊抽象的定義 我告訴你 大家通通都有事 所以反滲透法的嚴重性 是超過其他 今年發生很多的事情 一旦他通過之後 我告訴你 變成是到底你被滲透 沒被滲透 誰說了算 是民進黨說了算 拜託 民進黨說了算 他怎麼去判別 你知道嗎 他也不是說 每個人都跟大陸有往來 都說你被滲透 看你有沒有民進黨黨政 過去不就這麼多的事情 民進黨裡面也有很多 在大陸做生意的 通通都沒事 可是只要有 不是民進黨的人 跟大陸有任何的關聯 他就開始 現在還只能用扣帽子抹紅抹你 可是接下來可以法辦你 進階了 我就講 今天如果真的要反滲透法 有一個條件下 我支持反滲透法 你直接跟大陸講說 咱們就是回到三部年代 不接觸不談判 對 我跟你知道 斷商斷行什麼都斷 結果都不要往來 不要獻人民於不義 因為你任何跟大陸接觸的人 大陸他裡面所謂的 境外敵對勢力的政府的組織機構 跟他什麼派遣之人 大陸是一黨專政的地方 他哪個地方 他連企業裡面都有黨部 你跟我講 哪個東西不能被你反滲透法 涵涉在裡面 所以任何跟這些 只要到大陸跟大陸的人 貓狗以外 跟人接觸 這個人都有可能是派遣之人 你知道嗎 只要你跟他接觸 你剛剛有生意往來 就構成資助你知道嗎 這就是最嚴重的問題 柯平你已經看到了 志強議員已經非常非常的憤怒了 你怎麼看反滲透法 那個標題沒有人敢去反對 反對外國勢力介入台灣的選舉政策 我這個標題大家都同意 問題是怎麼執行 我至少今年吃了兩個苦頭 一個雙子星 你一下說他是中資 一下說他不是中資 問題是誰說才算 是他說了算 說是中資不是中資 就是 還有一點 到底是誰決定 我都不曉得 為什麼會政策大轉換 我都不曉得 在我們年底要跨年 結果 下禮拜 轉播是ICE 就不得了 天啊 連入委會文化部 什麼都來關切 他說他是中資 我說 不然你就明白講 你哪些中資的公司 哪些可經營 哪些不能經營 現在最大問題是 他說了算 那這樣你年底跨年 會不會沒有辦法轉播 轉播 我不曉得 應該可以 我怕是年底跨年之後 柯市長就是第一個被罰 白色通法第一個罰的 就是柯文哲 所以你會擔心以後 會被反政府法給法辦嗎 不是 法是這樣 當然辦我是政治案件 可是那個小老百姓 他到 你就 不是 我知道法律是這樣 你訂出來 就大家可以遵守 我也沒意見 講清楚就好 你現在就一個標題 底下內容 大家也搞不清楚 那我就講 現在台灣跟大陸關係這麼 經貿往來這麼密切 有多少大陸公司在談有做生意 那不然你就明講 只要是掛股份多少以上 什麼樣的工作不能做 你講清楚 你不要一下子 像愛奇藝這個說 他是中資 不要說我是第一個被罰辦的 不過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 你的民眾黨 我們現在把台北市長先放一邊 民眾黨黨主席 這一次民眾黨剛成立 你有沒有對於民眾黨要衝擊 其設有目標 其實我跟你講這 大家被問很多次的 我都覺得這很難 為什麼 這個就是 餅就這麼多 不過有一點 我們也是要很誠實的講 其實民眾黨從9月開始可以收 黨員到現在也不夠三個月 我從來不認為說 我們三個月要多厲害 所以我現在都覺得說 我們就穩紮穩打 就是盡力 你沒有設定低標嗎 因為你設定了低標 才能夠去決定說 你要不要去衝刺2024 是這樣 我們常常是這樣 我們也不預設立場 我們就盡力 所以說一開始他講 宣傳善念盡力而為 我們就盡力 講那個什麼幾息 其實都沒什麼意義 如果是5%會如何 如果是8%會如何 如果是10%會如何 不管幾%都要往前走 只是困難度 萬一沒有超過5% 那真的要打包了 如果沒有超過8% 天啊 就很艱苦 就是日子很難過 就是你要到2024 那這就很難玩了 所以如果沒有超過8% 你就真的不可能考慮2024了嗎 不是 就是很難 就是你考慮也沒有用 就是很痛 就是 差不多是這樣 你想做 問題就力量不夠 就是這樣 郭台銘 郭董事長曾經說過說 等到你2024要選總統的時候 民眾黨會成為你的包袱 你同意嗎 就是這樣 這個我最近在讀那個三國演義 那個諸葛亮為什麼不敢 照未言的意見 走直舞道直取長安 要繞隆溪這樣 我還慢慢就懂那個道理 就是說一個人要走得快 一個人走 要走得遠要一群人走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要什麼都不管 純粹是以選戰考量 打下總統大選 其實一個人最容易打 因為他就是 把2014年那個什麼 再大聯盟的戰術再拿回來 就是藍的票綠的票什麼都可以打 可是有一天當你有一個黨 你有自己提名的立委 你立委提名的越多 就跟大家衝突越大 那種要吸票的打法 就越來越困難 所以郭台銘講那也對 就是說你如果純粹是選總統的話 那個黨會變成你一個固定 那既然如此 你為什麼要成立政黨 就是那一句話 走得快一個人走 走得遠要一群人走 不過現在看起來 在台北市長的這一個任期之內 最新的民調 在六都市長當中 柯市長調車尾 不過那民調算是太奇怪了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都不太相信